例如看指数,10天线又跌穿了 今星期开始有多个大型业绩就会公布 跌穿20,000点之后 你觉得恒指下一个支持委会会在哪里? 过去两三个月,我们很强调 由于期看支持委会 首先第一方面想自己做一些长线还是短线补处 我们很强调说过这一件事 因为这一件事对于刚刚说的所有的任何问题 都有一个很大的启示作用 例如说近这个季度 或者近这三个大家很喜欢说的东升西港 现在就变成了东降西升 其实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因为主要问题是美股又出现五穷、六穷、七翻身 港股就exactly出现五不穷、六不绝 但是七走,怕就在那里 原因其实可以理解 因为第一方面在五、六月份 你听到很多东升西降的声音 这些不是错的 当时市场就是想美国的经济状况会变成差 大家对经济前景看法不乐观 一些长线的资金对美股没什么兴趣 就转过来香港市场、港股市场、内地市场上炒 就是内地有一系列的宽松货币政策 有稳定经济的相关政策 那些东西真的升了很多上来的确是 但七月份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内房那些的烂尾楼问题 内房的万里难没有问题 其实整个月不断发酵 首先第一方面 有些内房企业的境外债 一早被人抛售 你想想哪些人买内房境外债 就是刚刚说的 多数都是做一些长仓部署 长线资金去做这些东西 他们都感觉到内房有问题的情况下 代表着什么 刚刚说的吸引他们过来香港内地 投资的意欲就减低了 所以就反过来是拆仓 做一些可能平仓的行为 而相反一些短线资金 就看到美股没有了一些固额 那些澹友走了 那便做一些短线 炒回大人的保存 所以就变成了exactly 相反走向在这里 但是港股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方面 我们讲过去 这个月有提及到港股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过去那两个月的星成 就太过乐观了 包括大家觉得好像监管那些问题没事 中美的关系可以大幅好转 大家听到很多减关税的因素 减关税只是其一 大家会觉得甚至说中概股会没事 完全没有退市风险 到现在 我也有这个想法 但我自己也太过乐观 况且就是说 我不会觉得炒到 那些指数上到23000 24000 那些位置左右 所以变相地 现在就是打回转型 而你要面对最大 现在最新的一个问题 就是技术走势 真的差得很紧要 恒指 我们讲当我们判断中期后市走势上面 日线图你怎样看都是差的 未上24000 楼上 那图都一定是差的 我们讲到月线图上面 是30年来首次跌穿250月线 而月线图上面 一些传统的死亡交叉出来 所以无论是日线图也好月线图也好 你见到就是10天20天线 都穿50天线 100天线那些发了死亡交叉 而月线图上面 除了站不稳在250月线 250月线在哪里 这个图都没有出现出来 大约是20700点在这些位置 一直以来都没穿过 就是在盘中 月中穿过市国 但是收市那个月都能够站稳 现在就是站不稳 我觉得是要去面对 如果日线图上面就是穿了位置 那些可以发的死亡交叉都发到七七八八 差50天线 还没穿100天线 穿了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 所以短线来说 走势上面是非常差的 甚至是大成交向下突破 这一刻都没有风险因素出来 当然有风险因素的情况下 你担心会不会有第二轮的恐慌性抛售出来 我说美股有恐慌性抛售的时候 我经常都说港股怎会能够独善起身 所以短线来说恒指上不到20500点 都没有太多期望 相反地这段业绩期最害怕是什么 业绩出来发现不单只是监管过分乐观 连业绩都是过分乐观 就有这个问题 美股其实上个季度或者这段业绩期上做得比较好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大家对业绩本身没什么期望 很多东西都跌下来 但问题是港股 这一刻你留意过去一个月上面 很多市场上对于这些科技股 受监管因素影响的股份上的看法 正面很多 而事实上是否真的能够这么正面 深表怀疑 甚至这段刑警刑警的事件上 就是发现很多公司的实际状况 没有预期中那么乐观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港股 都要小心一点 20,000点这些位置 是否真的守得住 就是这个礼拜其在局的焦点 是的 如果20,000点守不住 下一步初步看什么位置 我们之前都说过 24,000点 eh 200,000点穿了就已经许有小商注定出来 25,000点 esperar,就にา 200,000点再输留去再有个大小商注定出来 而事实以量度跌幅地计算 之前150,000欧位置才算一些关键支持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如果你要看位置的话 200,000点起落就什么刑事可以出带 取缺於市況去向 第一方面就是實際經濟 這方面我們大約可以猜到 經濟狀況是差的 但的確未必有相中 可能你是一萬八千多的位置 可能有機會找到支持位 但問題就是 政策、中美局勢上 這些真的猜不到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在這些市況上 過一年大家應該都心照 故底真的沒什麼意思 短線來說 如果真的站不穩在兩萬點樓上的時候 有小心唯妙 小心使得萬年算 這些想法才是最保命的動作 你選擇猜到一個底 我覺得意義真的不大